否决权制度的初衷是促进安理会成员 尤其是大国之间充分协调 更有效履职 从安理会实践看 使用否决权的情形各不相同 多数情况下 同大国协调缺失 成员阵营化密切相关 根源还是安理会组成不公 结构不合理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在三个层面做出改变 一是要提升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 在安理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推动安理会组成更加平衡 决策更加公平公正 减少阵营对抗 二是不断改进安理会工作方法 包括打破热点问题 只比国长期有少数国家垄断的格局 加强安理会成员之间 以及安理会同冲突单四国 地区组织等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协调对话 三是五常要抛弃冷战示威 超越狭隘的地缘政治考量 带头加强团结协作 积极凝聚国际共识 推动安理会更好应对全球安全挑战 关于制裁授权问题 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制裁是宪章赋予安理会的特殊工具 是为了给政治解决 创造有利条件 不能成为外交努力的替代 我们要始终以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 处理制裁问题 根据形式变化 做出调整或解除 长期以来 少数残忍国垄断多数议题执笔国 个别执笔国在起草案文和戳山中 有时将异国意志凌驾于机体之上 引发许多争议 中方一贯主张 执笔意味着责任而非特权 执笔国应坚持客观公正 听去各方意见 努力凝聚共识 而不能推行双重标准 搞政治操弄 我们建议结合现有实践 进一步梳理和规范执笔国安排 为让更多国家当好执笔国 提供指引 我们鼓励更多非残任理事国担任执笔国 特别是要让非洲成员担任非洲议题执笔国 安理会是最重要的国际集体安全机制 安理会成员负有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责任 应当以宪占中止原则为支引 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 努力照顾彼此合理关切 推动安理会建设性发挥应有作用 共同维护安理会的信誉和权威 在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 通过对话谈判 化解争端方面 要争取用一个声音说话 安理会代表联合国全体会员国 要注意倾听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 与管达会员国的压倒性共识相向而行 请不吝点赞订阅